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时间就... 清晨三点左右 这一节就有关中国的 因为我等一会香港时间早上 我就上去《沉默波》 因为我就会考虑 因为我明天有忙的事情 可能没了Live 那我今天三节就要清理那些 Outstanding topics 其实都未能清理的 老实说 OK 但是这一节说的 我先说明一下 我有平衡节目在自由亚洲电台 华语组 我先做这个 利益申报 话说是这样的 自由亚洲电台 华语组 报道 本周 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 传出浙江湖北湖南等地企业 突然要求员工放假的通知 11月1日 一间斟职企业发出全体员工通知 因为傅存职压严重 经厂厅的决定 今年提前放假 拉斯车间人员在11月3日开始放假 原职车间人员职员剩余的C之后开始放假 年后开工的时间 初步定在2月24、2月27日 就是工业增月18日 具体开工时间等候续空置 3日湖北传承讯精密电奥公司公布 因为产人调整 公司定于11月4日到1日 放假3日 这件事不正常的 尤其是C之后更加不正常 我想这次的经济 真是去到很糟糕的地步 因为这个是刚刚 这个去到严重的糟糕的地步 我怎麽说 我经济去到严重的糟糕的地步 就是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导 华余祖的报导 就没有讲施职 这件事究竟为什麽 但是如果你去到现在 去到農曆年都不知道 是否可以上班 这件事不可能 这件事 换言之 西方对施职品的需求 是极度弱的 极度弱的 可能已经有所改变 这件事真是很恐怖的 因为你这么客气 你放假到明年 你没有什麽可能 你放假到明年 11月12月1月2月 你放假四个月啊 大哥 你放假四个月啊 你都 正常做厂的 如果你说有新假期四个月 大哥 你怎麽 一粒都收拾 你没有可能维持到 没有可能的 这件事 而 C正常来说 以往 即是放假来说 C 是最迟 和中国 Cut Supply Chain 因为蚕丝加业 很难做到 因为蚕丝加业 因为蚕的那种问题 变得很大程度上 蚕丝之三 都仍然 你说那些暴调也好 那些沙线也好 都是要某程度上 这个是中国的 这个是没得谈的 这个是没得说的 二代人 多努力去仿族 没有办法理 那个是自然环境 就好像 孙子 为什麽日本人那麽喜欢买孙子 一样的 孙子的问题 是因为那些树皮 是只有那头才有的 只有浙江那头才有 那些这样的树皮 其他的那些树皮 和纸 做到 仿制到什麽地步 都没办法 在天然墨料那里 去做到 跟孙子一样的效果 所以为什麽日本人 仍然会有人去抢救孙子之前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 你做中国书画那些就知道 孙子的 質量和吸水能力 是无可取代的 暂时都找不到 其他物料取代 这个没得解释 因为这些上帝 上帝的物料 没得解释 但是这样 你现在是上帝的物料 去到某个程度 仍然是搞不定 第一个信息 就是 施绩衫 施绩衫一定是 我说 现在 日常生活都没办法 穿施绩衫 施绩衫 施绩衫的物料很多 是 跟漂亮的时装有关 如果你停四个月 很明显 西方国家可能之前买了很多 施绩的沙线料 跟着因为通胀的关系 很多人不消费 因为利息这么高 肯定不消费 今天 我闻不到任何Black Friday的气氛 我闻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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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很多人害怕的 我完全 你以前 你德国的某程度社会 有些就说是 11月11日 但是你知道 11月11日 中国的冠军 只是北京 对一次大战的犧牲者 所以就不过11月11日 很多国家 但是有些国家 就算是11月11日 没有这么说 没有任何 大规模的 Promotion 劫兵 你要知道 今年消费很有疲弱 就是为何做市场 市场是因为 市场都在费时 那怎么办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西方 完全不跟中国买东西 你中国人自己都不买东西 那谁买意思 不是 你私人停四个月 停四个月也 生年之后 发不上班也不知道 尤其是没有订单 没有订单 没有订单的话就没有的 那些工人就被炒了 4个月有新隔,你白饰,你哪有可能维持到,维持不到 另一个东西就是看到,CGIC厂是代表西方的消费改变 但是电子厂,你不会突然放假 因为现在欧洲有一个推势就是近地采购 你可能向Turkey采购,TOKA采购 你可能向特尼斯采购 你可能向阿尔巴尼亚采购 你可能向阿尔巴尼亚采购 但是现在阿尔巴尼亚采购很难,因为有很多军用物资 你只能有少量,那问题是,无论点也好 你近地采购,是这个大趋势 所以你说欧盟如果真的被阿尔巴尼亚采购 我说中国货就更糟糕 最不想阿尔巴尼亚采购的国家一定是中国 因为如果欧盟入欧盟,如果欧盟入欧盟 欧盟的薪金又便宜这么多,对吧? 它标准所以一定要跟欧盟的 我告诉你,欧盟的物格是直线下降的 因为你可以用原地基础运货的嘛 在欧盟,欧盟地又这么大 那些电又这么便宜 就算我重建都觉得很便宜 那些水电站,那些电多得吐的嘛 哇,你这样,那些货,欧盟的货 那些货,欧盟的货源源不足 我都说,现在欧盟长袖一打完 欧盟的商人,全部就如何? 就侯盟是欧盟的 business opportunity 不会是,不会是中国,中国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要他进了EU 就算不进了EU,就进了Custom Union 就是最基本的Custom Union 我不让他进了European Union 但问题就是,你只是 European Economic Area 多少亿元 你已经差很远了 你这些货货 走来走去 哇,便宜这么多 你还不返 接着你美国又把这些东西全部搬回墨西哥 墨西哥和美国有 那时候特朗普 那时候把美国和美国和美国的 美国和美国的美国和美国 那时候,那些厂全部 要是就搬回美国 大哥,那你吃什么? 你吃西哥风? 这是近地采购 为什么东岩马出事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它是近地采购政策 近地采购政策也是受战争影响 因为燃料费暴升 运费暴升 那就是近地采购的 因为你就会考虑云费 而不是人工 这个也是真的 你是考虑云费 sipping cost 你考虑云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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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明显 做生意的人想起来 你考虑云费 你考虑云费 那部分的时候 你一定 那中国你有什么优势呢? 还说 你比东岩马还没有优势 东岩马我的船程 都比你短 中国那一刻惨 对不对? 我中国还越过南海 有这么危险的水域 如果我这块是印尼 现在很多仿制品都要印尼 印尼 Bangadash 我最多唯一真的有危险 就是苏元氏混合 我唯一有危险 有关系是那个 因为我怕中东国势 都断了货 那么就是 你都近过中国 中国我还经过南海 南海穿过马六甲 我去欧洲的货 我都知道 为什么会在那里? 你说你 那中国的货 我怎么去美国 但是去美国那些 现在美国在墨西哥 就地采购 或者在中南美洲 就地采购的话 我为什么要买起中国货 你之前 我说Fill Fill Fill 的研究费用又便宜 中国的 人工又便宜 那你说 你一个Cost Pacific 的 的 shipping 是叫做 制得过的 现在你都不是 我 东南马都还有一些 Cost Pacific shipping 中国 完全没有开 我还要随时会受 这些 例如 例如新加维吾尔人的 勞动法 那些 那些 legal risk 的时候 你怎么这么玩 一定不会跟你这么玩 一定不肯 所以你说 现在你哪有可能 你还做到 中国还有订单 你还收到订单 你不会收到订单 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就是经济不景 经济不景 就是在施职品那里反映 你说施职品是怎样 搞的 那些 那些 喜欢漂亮的衣服的人 可能比黄世宅 黄世宅 黄世宅 闯好观点 去看一个问题 但是 另一个问题 是 那些supply chain 都改变了 现在正在改 正在改 正在改 就是另一样东西 这个是不同的 但是 现在中学失业 这么高的 对香港人有什么危险呢 肯定很多艰难 不好的东西 你这么客气 你现在 你这么多人没什么做 你没什么做 你难道你回去农村等死 这件事 没可能的 所以你实际 我劝各位 还好东方 在香港 有人说 香港治安好的 以前你说香港治安好的 我现在我不敢这么看 你特别黑警 也不会做事的 我知道 黑警只会抗生政治问题 只是政权工具而已 他怎么会是民众的 安全性呢 他不会看这些 你要做好保安自己 就是你家里应该要做的保安 应该要做的都要做 不用说 应该要做的保安都要做 就是你 譬如你说 要交房道 要交闭号电视 应该这些事情要做的 总之你不要涉及 什么 什么 就是中国那些 闭号电视那些 还可能在外国人制造的 外国制造的 我觉得你也要考 因为你不能说的 你不能搞的 现在你肯定 抢东西 即是鎖的那些 就 找得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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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的 就是自己怎么鎖 是最好的 一定是怎么 出事街上闪心一点 你特别现在的街上感情 你那些非法日记 你一路来抢东西 是实惠的 DII 实际上去抢东西 不用说 你不要说是找得好 香港人仍然相对是找得好 那些人仍然相对是找得好 所以你说 会不会有些非法日记 建制DII 那些人最近都是集中 那些AV女優 尤其香港 就是 找得好 因为日元便宜 但是 我心想 真正最大问题 不会是这些 是中国那些大居进来 又不见的 这些媒体 是这些媒体 收到扩打不敢齐 很明显 对不对 你逼这些人 如何 帮中国解决这个就业问题 对不对 是这样的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 就是 你中国的非法日经济 那个严重很多 比日本 对不对 你就要那个影响很大的 就是 但是问题是黑警 因为这个 香港的黑警 又和黑社会 勾结的 不用说的 721831 看得很清楚 香港的黑社会 和黑社会 黑社会 和黑警 蛇鼠一窝 大家都知道 都是一群混蛋 你觉得香港治安会 很不会的 那些砍友 那些怎么会 就是 巴基斯坦 印度裔那些 还会 那些砍友 那些一定随时 怎样 中国大那样把 啊 怎样 胆正命 胆正命平 那些 胆正命平 那些人 对不对 那些 对不对 即是大那样把 那些胆正命平的人 中国 那时候 又回到省港奇兵 那些年代 即是你以前说 省港奇兵 哪有可能 你都没有听过 省港奇兵这件事 有什么大圈仔 那些 我想之后 这些就会回来 所以呢 我对各位的中国 是 如果你还来到香港 那些治安 你真的不够行的 好 真是不行的 现在的治安 不行的 现在的治安 完全不行 即是如果你治安不行 没得谈的 治安不行 即是你说 香港会会 多了很多 抢劫案 即不止大都会 有很多抢劫案 绑架案 那些 我觉得不意外 因为中国没钱 中国没钱 就做这些事 治安一定会受影 所以我就 劝各位 小心security 即是香港治安很好 你听说 你有个这么黑警 他怎么会治安好 香港治安好的假象 随时 是那些 警察 你知道 你不可以听到那个机 没有很多突发新闻 警察 都被掩盖了 那些新闻 为什么警察要 怎么开 Digical Digical 那个 Rode Radio 但是他怎么 不给 那条键 给 媒体去听 那些 Police Communication 这些Police Communication 有多少 不会涉及国家安全 不会的 但是为什么不给 Escryption Key 很简单 香港警察 或者香港政府本身 就想盖住那些 有关罪案的东西 即是我想报给你听的 罪案新闻 我报给你听 你不能够主动发掘 罪案新闻 以前有99机的年代 那些突发记者 是会可能比警察 报到罪案现场 或者至少看不到同步 有些人就说 那些记者会不会阻碍调查 但是至少一件事 你香港有没有罪案 真实情况 是不够知道的 现在怎么知道 如果以前听到99机 721 831的真信容易听 容易找很多 你一听99机 你那些突发记者 一听99机 你那些警方的对话 无所顺应 为什么突然要搞 Digical的 那个communication 就是说 因为那些警队的容忍 当然你那些encryption 某些程度需要 但是你可以给 传媒的decryption key 不给大家心照 这些原因 就是你问我 对香港的政府的看法 或者警察的看法 全部都是差 所以你说那些刘正 这些人渣 这些黑警老公 他叫他 最惨的就是 他又要扮击 其实他是做一些 帮警 当黑警 搜集情报的工作 他经常都老屈一些 老屈我 是什么国安 那些 我说我怎么可能是国安 但是你刘正 你一定是国安 因为你帮你那些广州仔 那些都看到了 是不是 这些人真的 有椰山 没那调 正仆街 应该陷家产 那接着 这个X爆 肯定是X爆 X爆了 其实 很简单 你这样 你现在这样 你无端端放四个月价 都不合理 更不合理 什么事都会发生 你猜到什么事 所以我就觉得 嗯 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 香港多找几年 有没有可能 我刚才说了 就是 我等一下就要说 下一节 我再说 尋谋波call 就是叫人不要call 你尋谋波叫人不要call 其实就是 宇宙大爆炸 你怎么可以不call 你没可能不call 所以你 其实你 现在香港的经济 是很清晰的 中国倒 或者香港倒 香港的倒 就怎么样 现在 是随意 随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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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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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得很厉害的 在什么时候变成民众骚 或者一些 或者如果习近平觉得 怎么办 他搞不定民众骚 那怎么办 我直接 我直接打了台湾 找人做炮灰 这个很普京 approach 找人做炮灰 所以 习近平他不care 总之就是 他不影响他政权稳定 他不care 那些人死亡死亡死亡 他不care 我现在发现 就是现在的装强者 很多都不care 那些人死亡死亡 这个世界 但是现在是一个这么痴痴的世界 所以 我就 劝各位 你尽早准备 现在那个 你 去雨流 我已经 怎么说了 十万八千次 我都不再说了 但是问题 你要知道现在的经济处境 你究竟 你能不能够生存 我就不觉得你能够生存 正常很难生存的 因为 你去到这个时候 这个世界的生活 那些质素 全部急削 最惨的 不是以前英至年代 以前英至年代 香港和中国是有一点距离的 现在就是怎么 香港所有东西都 跟中国黏了十一神 那中国不care 你跟着不care 我们不简单 你都没有后务给自己 不死也没用 不简单 搞到三挖 这个世界要 但是 香港人不懂 好了 这一集 讲到这里 下一集香港时间 下来 底部 5多左右 无辣啊